好另外再让你看到 副理乡民代表会24号进行定期大会 其中代表简明制针对公共安全的问题 要求相公所能够在特定路口 重视民众安全与加速加设监视器 副理乡民代表会24号进行定期大会 其中代表简明制针对公共安全的问题 要求相公所能够在特定的路口 重视民众安全与加速加设监视器 警察出身的代理乡长江东城则是回应 监视器的管理维修现在都是由警察局统一来协调 监队代表提出车祸治安等状况部分 如果有失求就会向华年县政府明镇处 以及县议员来提出计划共同来解决 监视器部分 警察局主要新增监视器会在重要大井路口 巷弄部分则是会与民建处来合作 部分没有监视器的死角 会密切联系派出所要求巡逻让民众安心 记者高松双副理箱采访报道